好 丢人节目 大家平安 以下时间给我八分钟 我给你一百二十几小时 将近两百人 在这过程里面的一个缩影 然后就感觉到一件事情 在生命里面讲很多道理 大家越来越沉睡 懂啊 懂啊 我都知道道理啊 但是要做事的时候 一大堆理由 那我们在生命里来看看 不是道理 是道路 当你相信的时候 踏出那一步之后 你眼睛所看到的 不是你肉眼看到 是你心灵在神面前的振奋 求主帮助我们 以下时间来看看 短学院队的第二梯次 第二梯次不像第一梯次的九队 只有七队 但是这七队里面 所扮演出来的丰富 将近也是差不多两百人 但是其中所做的一件 很多的故事都一样 然后我看到 回来的大家一个队员 他们写的FB 每一个描述那个故事的时候 我看见的是细腻 看见的是感恩 但是我看见的是父母的心 因为他们在那边亲眼陪伴那些叛逆 悖逆的这些生命 变成流泪 感恩 敬拜 跟绝志的一个心情 他们知道了 各位姐妹 我说过讲很多道理 倒不如来思想 你脚签的灯是什么 你有走那一步吗 你走了以后 也发现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 每一队一结束 我们都还是要为每一队来欢呼 我们希望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来看 而不是在那边测试 噢 噢 像是专队喔 噢 专队师喔 你的每一队结束 都要为每一队来拍手来 来赞美喔 感谢神让每一队都平安回来 每一队都是那么的精彩 好 我们以下时间看 短线队第二梯次的缩影 来 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 能够从此注意 我们短线队员 有哪队你还不认识 深了些认识它 因为它们将来 可能就是教会很棒的同工喔 我今夕要赞美 请拜主耶稣 我的耳要领紧 解副的华语 我的眼前给主 只看清写的 我的口要输上 慢慢的耳边 来 为三天师感恩 耶 啊 真的很棒 接下来白水昔 那我们看白水溪的时候 它分成两个团队 一边是为儿童 一边是为年长者 关怀年长者的 所以我们看到 截然不同的事工 也不怕遭害 凭你与我同在 大声宣告 一边朝廷地 感人都安慰我 在我的人面前 你为我拍摄远行 一边朝廷地 感人都安慰我 在我的人面前 你为我拍摄远行 你拥有你拥有 有可能我记住 是我不被满意 不被满意 来 谢谢 白水溪 进到香山 这往北走了 这是祖南的地方 我的帮助 有他同在 试试看谷 我就不害怕 有耶稣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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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翔三 這就是最北的喔 中立 龍潭 那裡 在這個梯隊裡面有一個特色就是 好幾年前他們還是小朋友的 他們漸漸長大了 他們到高中 到大學 現在變成跟我們成為這個同工 一起帶他們的小弟弟小妹妹 所以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把各教會的小朋友 現在都帶成年長者的一個私奉者 這是最大團的一團 四十幾人 到不容不落缺 但是也是最辛苦的 他們很多人農作 還有是工作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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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工作 一部分帶兒童的事工 雖然動員很多人 但是好像能力的還不足喔 來 多打 我們不能唸都打喔 要唸多打 多打 這是原住民的發音 塞德克族 我們第一次開到塞德克族 這也是我們經歷到這個部落裡面 最深山的一個地方喔 到那邊去要歷經千辛萬苦喔 很可怕的公路 好 來 新竹隊 高雄創達 獨特隊 來 拍手 Yeah 那這一隊是什麼呢 這一隊也是新的喔 倫貝 我們都知道 在新竹那邊有客家庄 屏東也有客家庄 我第一次才知道 雲林也有一個客家庄 這是客家庄的一個地方 倫貝 我一天 就準備了 一起去 那些地圖 鋒 我們 叫 那個 Cambodia 美國 王 他們 不知道 名 I know that you are always up to something else 我们乐乐鼓掌 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心盼 跟着弟兄姐妹来思想 这五天一百二十几个小时 然后将近两百人 有没有感受流血流汗 但在生命里面也很多辛苦 但是我常思想一件事情 不是有没有中暑 也不是有没有刀伤 割伤 或者是蚊虫 蛇 各种威胁 但是我常思想一件事情 有人在担心台风 或者各种天后的关系 弟兄姐妹 你所担心的事情 全部都发生过 但是弟兄姐妹 这二十几年来 这些弟兄姐妹成长了 平安了 而且更加的茁壮 神的保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万事都富相效力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我们经历了很多故事 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因为在神的教会里面 我们亲眼见到神里在我们身上的呼召 我们并不是得好处 而我们是有道路 而我们的道路是一致的 没想到在这道路里面 我们看到不但是成长 是超乎想象的神的祝福 而我们生命脱胎换苦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一个新的人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愿意这新造的人成为到处都是见证的故事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万事都富相效力 我们都很清楚 什么事情呢 幸运的事情 好的事情 倒霉的事情 这里所说的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万事 大家注意 神在这当中把一切事情都变成美好 让我们在神面前来试想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的感觉 神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 变成都是美好的 不管是很衰的 倒霉的事情 弟兄姐妹 那今天我们来试想 神在这个园里有说两种人 这里有两个父 也就是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讲到就是围绕这两个 这两个人的生命的感觉 其实这两种人是同样一种人 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的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 若不是耶和华堪所承词 其实人在这世界 做所有努力都是 in man 还记得吗 没有用 婉然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来试想 如果你在神面前是 神所爱的 神所爱的 那你是像少年所中的 所生的儿女 像勇士的剑 那个弓箭的剑 而我们教会是 这种勇士的剑 充满在剑带 剑带充满的那个 那个便是有福 而我们教会就是 剑带充满勇士的剑的教会 真的是很棒 这个叫做power能力 那今天我们讲这两个 精准 所有能力都要很精准地活出来 圣秘告诉我们说 两个父母 一个是love him 爱神的人 第二个 神所说的很清楚 那个call 他选招的 而那些被神选招的 凭什么被神选招 弟兄姐妹 一个范围 讲得很清楚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照神的心意 选招的 你是不是照神的心意 被神选招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就来看 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这条道路里面 每一个人好像被叫出来一样 你注意看 里面有很多年长者 里面有很多年轻的 他们在同一对 而这同一对的革命情感 就是我们所说的优雅 优雅 你知道优雅不是好看 优雅是不同人种 却在这当中欢喜快乐的 彼此合而为一 we are one 这个很难的 in the spirit 所以我们是在灵里面的感动 成为一样的模式 一样的感动 一样的眼光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优雅 而我们在神面前 不但是优雅 而且是精准 我们今天要围绕 这两个生命 爱神 又被神的心意所叫出来的 做什么事情都精准 没有浪费掉 没有浪费掉 没有浪费掉任何一点时间 获胜给我们的恩典 我那一天听到 这个Nason跟韵儒去非洲 因为非洲水很少 他们洗澡 真的不能浪费掉一滴水 那韵儒头发又很多 不像我这样随便洗 就是洗完头 他头发很多 所以他说要精准 每一滴水都要洗得很精准 一捧水 能够 每一滴水都要洗到 身体的每一个地方 那洗完就没了 弟兄姐妹 这种生命 这种生活 这种感觉 我们其实在生命里面 去试试看 你如果讲得精准 你就可以知道 当你回到台湾的时候 看到连蓬头 你都会哭 哇 无限量的丰富 弟兄姐妹 你如果知道什么叫精准 你就知道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每一天是多么的畅快 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我们要 对这个 先来说这关键点 你如果是按着神的心意 被呼召出来的 关键很简单 就是随从圣灵 就是那么简单 你如果是顺从神的感动 什么叫顺从神的感动 神叫你出来 你有千百个理由 没空 没时间 肚子痛 或者是功课也忙 或者是什么 你讲一大堆理由 都对 全部都对 这叫做肉体在对你说话 全部都是对 但是如果你说 你明白神在叫你的时候 这叫体贴 随从 跟一下嘛 你有很多困难 跟一下嘛 跟的时候你才发现 没有路啊 好吧 跟一下 走出来 脚前的灯就出来了 你愿意说脚前的灯 我看到了 你就顺着路走 你就会看到路上的什么 光 这一切在神在呼召你的时候 都一直出现 弟兄姐妹 这些事情出现在 我们教会的这三十几年来 不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成长了 而且每个人活泼起来 教会进步了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简单说 就是儿子的心 从始至开始以后 你就不是被捆绑 被世界捆绑那种心 被世界捆绑的心就是 没空 没时间 累 还有痛苦 还有很多的 还有不可能 没有钱 这个就是世界的心 那这世界心 永远会捆绑你 因为你是世界的奴仆 但是你是儿子的心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只有一些人 老爸说叫我去 我就去 我去没钱怎么办 老爸有钱 如果要去的话 要做什么 老爸知道 对不对 如果你是儿子的心 你往前走的那一天 那种感觉 你就不用害怕 因为你有平安 你有平安 因为我是儿子的心 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奴仆的心 圣经在这段讲了这一句话 能就什么 害怕 什么叫做能就害怕 弟兄姐妹 想一想 就是你是仆人 做好应该的 你很担心做不好 后来会被吃掉 这叫害怕 所以每件事 你只好站站进进 把它做好 有称赞 那就多出来了恩典 没有称赞 你就完蛋了 弟兄姐妹 你奴仆 还有一种感觉 就是很怕没有被爱 几乎干嘛要爱你 你本来叫奴仆 你是受聘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奴仆的心 在这个世界里面 做什么事情 都是害怕 但是如果你是儿子的心的话 弟兄姐妹 生命的什么事情 你都会不害怕 因为我是全能者的儿子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 来试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开始做一个改变 如果你变得过来的话 你就知道 那个困难就是 现在的苦楚 现在的苦楚就是 我如果要去 台东不能不弱 我如果要去伦贝 不管什么事情 我如果要到达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危险 那个公路好像 云霄飞车的公路 弟兄姐妹 危险 但是试试看 弟兄姐妹 神叫我 我就去 我就去的时候 那个叫苦楚 现在所遇到的 但想到 我因为顺服 将来会被神祝福 那种感觉 一次被祝福 你就知道下一次了 两次被祝福 结果二十几年来 每一年都被祝福 你就想到 想到这些 显于我们的荣耀 那一段路 就算不得什么了 好 这是一个智慧 弟兄姐妹 因此一下时间 大家照三个感觉来想 第一个 你真的认识什么 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吗 一辈子可能 一辈子都不晓得 怎么祷告 很多人说 我祷告很枯燥 很闷 打空气一样 弟兄姐妹 你根本不知道 你在祷告什么 你不认识他 第二点 你觉得神要认识你吗 神说我不认识你 你在喊主啊主啊 神说我不认识你 神对那 余左的五个同理 说我不认识你 关门了 神对那一千的仆人说 我不认识你 出去 弟兄姐妹 这一点 等一下大家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 这世界的人 从你身上看得到 神吗 神不认识你的时候 世界也不认识你的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 从这三点来看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为什么凭什么在你身上 要万事都互相效力 in all things 所有事情 都会在神面前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会照神的心意 出现在你身上 首先第一点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软弱 我痛苦 我都不晓得怎么祷告 真的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试试看 让圣灵带着你祷告 所以我们每次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在 一个内式祷告操练的时候 有没有 还记得吗 你不要随便开口 你就安静下来 你安静下来的时候 那你祷告花言 你会听到神对你说话 只有你跟神 你不要想公道事情 都不用想 只有你跟神 你会安静下来 你会听到神对你说话 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你回答就好了 神对你说话 你只要回答 那就是祷告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你会遇见神 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遇见神 那神明改变 那就是认罪祷告 神对你说话 都是查验 检查你的心思和意念 试试看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本不晓得 但是后来你渐渐知道 神晓得 你开始体贴就好了 弟兄姐妹 有一个门徒 已经跟耶稣很久了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 主啊 我愿意在你的国度里面 怎样怎样 神说 你根本不知道 你在祷告什么 弟兄姐妹 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晓得 自己在祷告什么 虽然我说 主啊 帮助我这个事工 能够完成 这样的事工 你的事工 不是神要的 在教会里面 也有机会 办了很多活动 都不是神要的 音乐会 也不是神要的 神不要你做这些 以为是你自己的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试试看 神的心意 在你生命里面 如果 只是陪那个小朋友 玩水球 那就是谁所要的 他会从你身上看到 你为什么愿意陪我 你为什么陪我 他 他父母都不要我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抱我 但老师 学校老师说 这个小朋友有问题 不让他来 为什么你愿意 把怀抱我 你为什么会整天陪我 弟兄姐妹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你在祷告什么 你做了很多事 神说我不认识你 但是有时候 你做了一件小事 神说你是我的仆人 弟兄姐妹 试试看 神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是 愿意跟的人 这不是预定论 这不是神学问题 很多人说 神早就预定 谁是他的仆人 No 神讲得很清楚 神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有几人沉沦 不愿意人沉沦 也就是神愿意 每一个人都得着 神的意念 我们都会被 一看福音三章四六节 对不对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相信的 不自谬 反得永生 一切相信的 神爱的是 世界上所有的人 弟兄姐妹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 愿意破碎自己的有多少 很多基督徒愿意有恩典 但是他不愿意改变自己 我是博士 开玩笑 我是总经理 我是董事长 弟兄姐妹 把自己的身份抬高以后 不愿意改变 你的基督徒 其实是宗教 你的基督徒不是道路 弟兄姐妹 教会很多小弟兄小姐妹 当他们愿意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生命里面 是与主同行 很多人因着他走出来 看见神 不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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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地位 不用财宝 再次思想 神在这个当中 对我们所说的 神说我认识 你是我的人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有印记的 弟兄姐妹 讲个很清楚 你如果是贵重的庆民 要自卑 脱离什么 卑贱 然后成为在神面前 神所说 你要跟神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弟兄姐妹 在神面前 神知道谁是他的人 而这种人 万事都互相效力 会在生命里面 万事都互相效力 在这种人得合益处 第三点 神这个讲得很清楚 三十一节讲的这一句话 让我很震撼 神说 你如果确定 神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 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一句话吗 圣经说的 因着这一句话 帮助我度过了二十几年 我如果确定 神与我同战 谁能够抵挡我们 而这个教会 在这二十几年 多少的很腻 但是我们却在神面前 恩典加恩典 让你没有机会骄傲 因为你每次都在 哭泣里面看到 绝望里面看到 不可能里面看到 神的盼望 临到你身上 弟兄姐妹 神说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神既然不爱惜 自己的独生子 都愿意给你了 你还怕什么 关键是 你是不是神所爱的 弟兄姐妹 这世界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但神却说 谁能够控告你 这世界 谁能够逼迫你 如果有耶稣基督 与你同在 那神这个地方 说圣灵要带我们一起祷告 你愿意吗 你愿意的关键点是 你愿意不愿跟 愿不愿跟 如果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的话 在生命里面 怀难吗 困苦吗 逼迫吗 饥饿吗 吃生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弟兄姐妹 圣经说 什么事情能够让你 基督爱隔绝 神在叫你的时候 饥饿 逼迫 这些可能我都不行 弟兄姐妹 短线队这一次有饥饿吗 有逼迫吗 有困苦吗 有刀剑吗 顶多只有老鼠而已 怕什么 弟兄姐妹 让我们生命里面 来思想 来思想 有很多东西 让我们越来越认识 大自然 有竹节虫 还有什么 弟兄姐妹 不要怕藏蟑 蟑螂也很怕你的 当你在这条道路里面 愿意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什么事情 都不再害怕了 弟兄姐妹 神说了 什么叫得胜有益 不是困难而已 包括这世界所诱惑 所逼迫 所捆绑 死 生 那地位 天使 掌权的 有能的 现在的事 将来的事 高处的 低处的 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叫你 嫉妒爱隔绝 弟兄姐妹 神在生命里面 告诉你 相信就好 不要担心 任何发生 在你生命里面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再一下时间 我也要做一个见证 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出发的时候 牧师带着一些童工 做探反对 要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 然后出发前 弟弟姐就拿一包预备金 给我说 这些钱先换着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用 用的话我们会开发票 然后回来 再来报告 那给我一万块 他说到时 哪个梯队需要 哪个梯队就需要 那我们就买 他说好 那我们就出发了 走接到仁伦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我们买什么 没有 我们都什么都有够 那我在想 哎呀 我带了一万块 总要买一些东西吧 然后去拿 我怎么挽了带 带子里面都没有 忘了带这笔钱出来 没关系 如果有 我们自己拿自己的钱先垫 好 弟兄姐妹 赶快回来的时候 赶快找 不在带子里面 回来赶快找 第二梯子要出去的时候 也不在办公室 一定要找我家 回到我家 什么地方都放开来 好久没有整理家里了 趁个机会赶快整理 我东西乱七八糟了 整个桌子 我的书桌 整个翻过来 抽屉全部打开 所有的抽屉都打开 书里面打开 我怎么那么会长 连我长到 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 后来我再来会堂 第一排 到底我掉在哪里 那我很沉重 一万块 对我来讲也不是 也不是小数字 第二梯子我出去的时候 如果带子坏掉 我就把背着带子 请一位教会的姐妹帮我修理 然后除外前 我不敢跟牧师娘讲 我跟牧师娘讲的话 我会听好几天的这样子轰炸 所以我也不敢讲 我说你带子拿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东西 他说没有 都找过 所有带子都找过 那我就说好了 第二梯回来 带着最后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希望 那个修理带子的姐妹回来 我再最后的希望再找一次 然后送回来 昨天早上送回来 某某某说的都没有 在没有的时候 我就死心了 我丢掉了 主啊 赔啊 也要赔啊 虽然不敢讲 但是我还有一些 这个私还钱 凑一凑还够 中间买披萨什么 还好有几张收据 还可以 那我就在神面前 说没关系 把钱对你都付出那么多 这一万块算什么呢 然后突然有个祷告 主啊 让我的心平静 还是感谢 但是 如果突然让我找到 我就把他奉献了 一万块我就奉献 祷告完 五分钟后 有一个我们探完队的同工进来 要跟我讨论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好糊涂哦 这个掉东掉西 哪边有掉东西 那我跟他讲 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 那个没算什么 我掉了一万块 然后他说 不可能 这种可以一万块很多 他在哪里 我说 哎呀 我背了袋子 我在那里 哎呀 你不用找了啦 这个我找过好几次了 他不死心 他说我要看 我要看 这一万块 他就翻翻翻翻 那所有袋子 袋子里面都没有 最后还有一个夹层 从来没有看过 他把一打开 我看到那一万块的袋子 两个眼睛 真的大大着跟着我笑 嗨 我在这里 对 姐妹我心里面 突然好心乎好心乎 我找到了 但是我想到五分钟前 我有一个祷告 如果我找到 我要把它奉献 但是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 好开心 能够奉献这一万块 真的好开心 弟兄姐妹 在生命当中 你知道这种心情 如果它掉在地上 如果它不小心掉在哪里 虽然我还是可以赔 但是就好可惜 它应该是被神 大大使用才对 但是我在找到的时候 我就立刻想到 这一万块能够成为奉献 其他的另外我赔 这些东西 但对我来讲 我高兴得不得了 高兴得不得了 我突然想到很多的故事 弟兄姐妹 我们看很多事情都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个奉献 可惜了 其实我还可以做什么 那个时间 其实我还可以做什么 那个事情 我的年岁 其实我还可以做什么 弟兄姐妹 直到有一天 你都过去了 丢掉了 失落了 你就会常常说 早知道我就拿来奉献 被骗了 你就知道 早知道我就拿来奉献 那些被骗的钱 被拖了 我常常就会说 早知道我就拿来奉献 年岁过了十年 搞得一塌糊涂 你就会说 早知道这十年 我就好好侍奉 弟兄姐妹 我向神有一个感谢 如果祂被偷了 或者被丢掉了 虽然我还活着 但是我有点遗憾 早知道祂能够成为神的工作 不是多好 但是现在我找到了 就让祂真会成为神的工作 我就觉得我赚了 我赚了 弟兄姐妹 我今天不是说叫你要奉献 我只告诉大家 万事都互相效力 要叫愿意相信神的人 得益处 而得益处的时候 你会发现 生命有一些东西 你舍得 你就加倍地祝福 你不舍得 它还是会掉 这是生命里面的智慧 但是生命里面的丰富 是从哪里建造起来的 从你愿意舍得的那一天开始 弟兄姐妹 在故事里面 虽然时间比较晚一点 但是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告诉我 你不孤单 你了解神 那在教会里面 新的故事里面 昨天祷告会里面有说 但是我还是要请大家注意 短宣队 只不过是我们教会的踏板而已 接下来整个教会要反转 弟兄姐妹 新的毕业生 教会有95周年 然后教会儿童下令 200多位 然后教会开始了主入崇拜 从高铁教会8月20号 9月3号要现堂 然后我们会在高铁教会 举行一系列的 在那边的一个工作跟敬拜 弟兄姐妹 生命将会不一样 弟兄姐妹 向神祷告 神在教你的时候 你要回答 你回答的那一天 万事都互相效力 in all things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神那所有事情都变成美好 只因为你要相信 而那个相信是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照神的心意 照神的心意 被神 call in 神教你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 再次跟神说 主啊 我爱你 因为你让我看见神迹奇事 这一辈子都是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让我生命里面有喜乐 让我生命里面的意见 遇见你 在生命当中 看见神你的荣耀 在生命当中 摸着主你的心意 当我们顺着你的心意 去做的时候 好像整个生命得释放 很轻松的 但是我们放得下 我们就拿得到神你的恩典 当我们放得下 自己骄傲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那万事互相效益的故事跟果效 就离到我们身上 原来这一辈子 要这样敬礼神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